前总统陈雪辩有望在520之前被特赦 传出总统府预计在下周就会颁布特赦令 因为蔡总统和赖准总统两个人已经达成共事 将会以有条件特赦的方式进行 也就是免刑但是不免罪 犯罪所得8亿元还是会被没收 对此总统府没有直接证实 只说会依法办理 政府总统同场出席原住民族会议 要具体落实保障原民权益 同时两人达成共事的还有这件事 传出总统府将对前总统陈雪辩发布特赦令 时间点就在下周 经过府方幕僚长期商讨对策 严理不考虑赦免法当中的大赦 也就是相关罪名一律赦免 而是用有条件特赦 也就是免刑但不免罪 犯罪所得扣押的8亿多元 还是得依法没收 如果是用特赦 不因为特赦只能去做已经判决定验的 去做一个特赦 那如果还没有判决了 未来的话如果再被判决的话 这个是不包含在范围内的 不过陈前总统身上一共背负10个案子 其中4案已经判决定验 有两案判无罪或是修法除罪 另外4个案子因为他的身体因素暂停审理 因为还没定验 这4案恐怕不能算在特赦范围内 特别赶在520政权交接前 也颇有替新政府提前拆弹的意味 总统府现阶段的立场人士 希望能确保陈前总统获得妥善的健康照顾 并依照相关的法律规范来办理 府方没有直接证实 但根据了解 蔡总统和赖准总统态度一致 涉扁的方向大致底定 只是大众能否接受 势必得再加强沟通 记者039王伟成台北报道